这样啊 就是我们公司啊 一直在赞助一幅立院 会飞的鱼还在吗 怎么不吃饭 里边有特别多孩子 而且这帮孩子呢 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特别需要辅导 你比方说啊 有些孩子特严重 他晚上睡觉 他老做噩梦 醒的就是一直哭 一直哭往死了哭 谁问都不说话 特别需要辅导 后面也说了 你们这个学心理学的 在履历上需要达量的 这个实践对吧 我一琢磨得挺合适的 您看 是不是觉得 对你们研究生来说 这有点小儿科啊 要不那 那好 那我就再 我们去 那好啊 好好好 我琢磨得 要不咱们明天就开始吧 来了 他们来了 来了 他们来了 来了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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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是 是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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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把车直接开到公安局 我要举报有人骚扰我 正好我还举报呢 有人骚扰福利院 你不信我就别叫我来 以后不会有下次 哥 哥 醒醒 你看 小姐一大早上就给我发个信息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今晚半小时接我 我爸今晚要开始加班 我得给他做夜宵 叔 叔 叔 去看便可叔 哥 这还有个包裹 这什么呀 不知道大概是衣服吧 今天早上刚收的包裹 哥 你怕什么吗 咱不是有她的吗 你真当这女生隐身衣啊 咱自己得留点心啊 远哥 远哥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你说 我今天后来塞给你那个包裹 是人家寄的 穿山甲鳞片 说是做药材用的 多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送到就可以了 我就清了 阿远 你可不能被他们抓住啊 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样坐牢的 就是鸡茶鹅咱们是偷运 哪也得认哪 哎呀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这全得完蛋了 小舍 哇 对 小舍